今天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我們再一次來到高教工會的辦公室的現場 我們要依然來跟大家談高等教育的一些問題 在前兩個禮拜裡面事實上我們比較從一個制度性結構性的問題來看 台灣高等教育的一些問題 特別是包括生思比包括少子化 或者是包括整個大學的擴張以及大學官場等等的這些問題 不過我們今天要回到一個更實務上面的一個討論 因為在場的包括我以及我們的來賓陳正亮陳老師 其實都是在大學裡面任教 我們大概任教大概有快十年 十二三年左右的經驗 當然十二三年對很多老師來講 其實我們都還算年輕 我所謂年輕是因為就像我們在上一集節目當中 我們整個教育的員額 老師的員額某種程度是一種凍結 或是它的流動非常緩慢 所以其實我們其實你在大學教十幾年 可是在一個大學的這個職場算還算是一個比較年輕的一個工作者 那當然在這十幾年的教學的經驗裡面或生涯裡面 其實也會面臨到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要從一個實務上面的角度來談 就是大學老師的挫折 我想要先請教這個阿亮老師 就是在大學裡面教書 你自己覺得你的最大的挫折是什麼 最大的挫折大概就是覺得說學生好像上課都 翹課比例蠻高的 然後上課的時候沒什麼在聽 在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下課之後創造力旺盛 校課比例蠻高會不是你自己教的不好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我常會覺得說現在很多的老師都會覺得 這個學生教的不好 然後不是學生教的就是你自己教的學生就教課 然後就常常有一種感慨是說 好像學生的程度越來越差 然後大學老師其實在 剛剛談到老化的問題 好像有很嚴重的代溝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就是 大學老師永遠 應該講說大學生他永遠是18歲 可是大學老師他永遠都是年紀在增長的 所以他那個差距他本來就越來越大 只不過一個大學老師可能比較重要是 他的自我的檢視或是反省 我常常開玩笑說 大學老師跟記者他們都很像一種職業 一種工作叫做得逃 得逃就是在那個當機旁邊會有一個翻譯的 因為當機講的是神的話或是鬼的話 那旁邊就必須要把那個神鬼的話轉換成 一般的人可以聽得懂 那就是所謂的得逃 那大學老師他跟記者都一樣 都把一些比較複雜的知識 或是所謂的高聲的知識 把它翻譯成 觀眾、讀者以及學生都可以聽得懂 我覺得這會不會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而不是學生怎麼越來越差等等的問題 人家去找那個當機問事情 他是真的要問事情 所以你這個當機或是得逃 他們想要回答 其實就是人家來問什麼事情 回答什麼 師者不就是要傳到授業解惑嗎 不是問事情就是這樣子 但現在是學生進來 他沒有要問事情 或是他問的事情跟你要傳授的不一樣 也就是說他的興趣本身 他的學習本身 不是他主題自己要去問的 也就是說他是被 在一個知識的教育體系裡面 他被迫走向這一條路的 所以他當沒有興趣 你說你把我壓到去問當機 我沒有要問事情 不是 可是這個跟不同的 世代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小時候都讀過一本書 叫做拒絕聯考的小子 對 就吳祥輝老師的那個年代 就是在拒絕聯考 我相信至少我啦 我自己都覺得 我是某某承諾上面 被這個社會系統慢慢的被逼近 到那個 我其實當時大學是沒有考上 沒有考上事實上是 我覺得是蠻丟臉的一件事情 那個社會壓力很大 所以就從考 從再從考還是沒考上 那他一直存在嘛 就是為什麼要讀大學 他其實跟我們是不是老師 沒有關係 跟現在的年輕人 他是沒有方向 沒有目標 是沒有關係 而是他本來就存在了 那老師有什麼好抱怨 因為你可能小時候 也都是這樣的人 我意思說這也不能說是一種抱怨 而是說我們怎麼去調整 讓我們的學習 能夠使以學生為主體 來問什麼事情的 而不是說我們有一套 每個老師或每個科系 或每個學校 他都有一套嘛 那這一套 他譬如說設定了他的學分多少 然後設定了他的畢業年限 然後設定了他可能將來的出路 所以我們來規劃一套 每一個系所必修跟選修 然後必修裡面有什麼課程 課程裡面有什麼課程大綱 每個禮拜要教什麼 這些都不是學生決定的 也不是他由他主體來發展出興趣來 想要理解這個世界 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從而這才叫學習 不然就是我們只是灌輸他們 我們認為他們應該要學的 但是應該會有人會覺得說 學生有辦法有資格有條件有能力去決定這些事情嗎 為什麼沒辦法 他就不就是要來大學裡面學習的嗎 那我們不是有義務要去告訴他 這個世界是什麼 這些知識是什麼嗎 我們有義務告訴他 他想要學的那一套東西是什麼 但是我們沒有義務或是沒有權利去決定 他想要學的東西是什麼 這是兩件事嘛 其實你看小朋友 他在國小的時候就常發很多的發問 對 他想要學很多東西 然後我們就慢慢告訴他 這其實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我們教你才重要 那考試就是教你背一些東西下來 然後最後你就完全是沒興趣 其實我問過很多教課學生 或是覺得感覺他上課不是很有興趣的 問他說為什麼這樣子 到後來他就會直講 這個就真的不是我要的 我說那你要什麼 他就講一套 我說他真的要什麼 那我說你平常都在幹這些事 對他平常就是在搞這些事 所以你說 那如果這樣子 為什麼還要有大學教育呢 就是大家就讓他基本的義務教育 結束之後就去摸索 去探索 去就業 去找他自己的人生就好了 大學教育應該是 還是我們所有的教育 不管是不是大學教育 還是中學教育 都應該是以他們想要決定 想要學的東西 嗯嗯 那個興趣而來 作為最後的決定權 嗯 而不是我們現在決定了 告訴他們什麼 這才有辦法真正的顛倒 學習的狀態 嗯 你說學習主體是他們 所以他們有決定權 這合理嘛 我要學什麼應該是這樣才對 結果你看到這很多現象 是很多人退休了 他才覺得說 其實我這一輩子最想學的是什麼 然後他還來大學上在職進修班 他都已經退休了嘛 然後這才是他真正要學的 那種學生你就覺得 他整個進度非常的快 因為他真的就是有興趣要學這個東西的 嗯 那我覺得大學應該調整這個體制 讓我們更符合他們想要學的東西 嗯 那我們人也許能力有限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選修課嗎 沒有錯 那他可能在這裡面去發現 哪一些是對他而言是必要的 由他來決定 嗯 所以我甚至覺得在大學裡面 細鎖的課程的必修選修的設計 都應該往這個方向去進行調整 嗯 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根本的解決 所謂的俏科問題 在教室裡面的創造力低落 在課堂外面創造力高漲 嗯 這種奇怪的反差 嗯 不過這個 這是一種的思考的方式 但是回到一個比較更實務一點的思考方式 就是很多人讀大學 他未必是要創造 他可能更想到是說 我讀這個科系跟我以後就業有沒有關係 所以你會看到大學這個所謂的應用科學 應用的或是食物的這種科系是越來越多 那傳播來講說視覺傳達 色氣這些東西是越來越多 那相對之下可能新聞系的東西 或是談一些傳播哲學的東西 他其實就不是那麼有市場 那所以他必須考慮到食物的這種需要 那所以有一部分是會這樣子思考 那甚至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就是像有些大學 他可能當大學生一進到學校裡面 他就開始做性向測驗 是 然後例如說我們學校就一個叫航海王 那航海王就是在你的大學你叫航海 然後就說你就開始填一些性向 或是你自己未來要做什麼 然後他就開始去幫你跑統計 那跑統計跑出來之後 就會說你可能未來是適合做什麼職業 做什麼工作 然後你既然是做這個職業做這個工作的話 他就必須有哪些課他會建議你去修 那這不是一個更務實的做法 就是既然讀大學很多人假設 他的思想就是他想要做的事 我可以去工作 那這樣子去協助他們去找到工作 不是一個好事嗎 我剛剛講的並沒有否認說 這個我想要調整那個制度 可以幫他們找到工作 我剛剛講的不是這樣 譬如說他就是想要找到工作 他想要做攝影 或是圖文傳播之類的 可能包括設計什麼之類的 那當他進入這個領域之後 他去發展 很好 這沒有問題 我們有提供這樣的課程對不對 可是當他做攝影做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他想要了解這個攝影的 這一路的攝影是什麼 那我們不同的攝影派別 不同的學派 他為什麼會這樣攝影呢 他會產生一些興趣 這些興趣可能就進入了 你實際上所謂比較不實用的 那個程式 就是他怎麼去分析影像本身 那這個部分 他如果在這一個特定的科系裡面 他可能會被限制住 或是我們不鼓勵他往這方面做 可是事實上當他做攝影 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他想要往文化分析 或是往文化批評 或是想要做更多的 有關於這個複合材料的設計 走設計 應該也要允許他可以這樣做 換句話說一個人的興趣 他不是說我做了一個航海王 我就那個時候決定 不可以這樣 他在每一個階段 他會因應他所遇到的狀況 而去發展出不同的狀況出來 不同的興趣出來 所以他領域就會擴張 然後他原來那個東西 也會越做越好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人的學習是在一個過程中 不斷的轉變 不斷的擴張擴展他領域的 那我們現在制度 不把這個最終的決定錢 在他們手上 而在我們教育這個體制的手上 所以才會產生這個落差 就是沒興趣的 跟我們一定要教他們的這種落差 所以最後我們不得不使用 更多強制性的手段 扣考 扣分 然後媒體點名或各種的手段 來持續維持這樣的一個體制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譬如說我要再講一個例子 譬如說我現在小朋友 他在國小學這個社會 然後就教說宜蘭出三星蔥 他要背起來 好啦有同學又舉手問 為什麼宜蘭出三星蔥 老師不會回答 宜蘭會出三星蔥 可能牽涉到他土壤的問題嗎 氣候等等 以及可能技術的問題 技術就牽涉到人群 或者是農業的歷史發展等等 農業歷史發展 技術的進展 技術史 歷史 人文 地理 自然 全部包括在裡面 所以光為什麼宜蘭會出三星蔥 你就可以擴展出這些東西來 那這些同學是會有興趣的 他會想要去理解 當他想要去理解這部分的時候 我們要能夠 我們要提供他 可是這樣子老師就變成萬能 不一定要萬能 因為當你不懂的時候 老師也可以學 不一定要萬能 他也可以去學 我們可以那每個人 每舊老師也這才叫教學相長 我們可以慢慢去學 譬如說我今天教這個 傳播文化 或是我教多元文化分析 或是我教什麼 那每一個我都可以慢慢去發展 那我不一定教得好 但是我們共同在學習 而且是他主體要學習 那不是挺好的嗎 那如果這個主體說 我就是想工作 例如說很多人練大學的目的教育 就是想要去做實務 我要學這些技術 這沒有問題 那這個跟你剛剛談到 那個思考的部分 不是就會產生衝突嗎 技術本身是為了要解決 某一些問題而產生出來的 它也不單純就是 就是一種所謂的重複性 的那一種簡單技能 也不只是這樣子 其實每一個要進入職場的人 他要學的東西其實非常多 除了你自己 譬如說我做攝影 那我要學攝影就要學很久 那我還要學 這公司的體制是什麼 對我會有什麼影響 以及對我的攝影會有什麼影響 為什麼 報攝老闆老師要我用廣角鏡 以便製造出一個複雜 製造出一個誇張的效果出來呢 這個就不只是說 我會廣角鏡這種攝影方式而已 就是那個攝影技術背後的 美學跟哲學 以及這牽涉到的 這個報攝的制度 為什麼一定要我這樣做 因為他想要刺激 所謂的月報率 我刺激更 讀者更廣大的興趣 一併購買 這是市場邏輯 所以其實 每個人在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就開始會去 想要尋求解答 那我們必須在教育過程 要提供這樣的一種 最終決定權在他們手上的可能性 這樣 那不過這個整個教育的體制系統 或者是在 課程的安排上面 他都必須要很大的變化了 我覺得是 這才叫翻轉教育 對 我們翻轉不是說 課程我規定好了 然後現在換你來講課 那還是我們決定什麼課程 什麼內容 他也沒有學習的那種興趣 動力 其實這是很可惜 那年輕人很多創造力 小朋友創造力很高 然後慢慢到國中中學 就不見了 那到大學就完全就是 課外活動創造力超高的 然後課內活動就完全沒有創造力 那是很可惜 其實我們剛一開始就談到一個 同學的翹課的問題 那剛阿良老師提到了一個 他直接覺得就是沒興趣 那我在這裡都是被你安排好 然後我本來也 某種程度上辦強迫去就讀 那進來之後 他事實上又是一個 非常多的這種所謂系統跟規則 然後去做這種 所謂的未來人生的計畫安排 何不讓他更開放一點 但是有些部分 這當然是一個在理念 在理想上面覺得 他受到某種的限制 或在學生上沒有限制 可是另外一個可能更嚴重的問題 就是在於說 嗯就是 我要生存 我要生存就是 我的經濟有問題 所以我必須要去打工 那我有租學貸款 我要去打工 那這也是造成 翹課人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談 大學老師的挫折 其實他背後 是有很多 還是一樣在這個制度上面的因素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以往觀念要想從經濟弱勢族群翻身 最好的方法就是靠教育 但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顯示 高等教育中 低收入中低收入戶等弱勢學生 大約有22萬人 其中就讀私校的有17萬人 而從弱勢生 占學生總人數比例來看 私立技專有24.02% 私立大學有11.68% 這和公立技專 公立大學以及頂尖大學相比明顯偏高 這個整個經濟環境造成M型的這個結構的部分 在弱勢這塊的部分有拉大的一個情形 那所以在這塊照我們學生的部分 以今年的部分我們統計下 已經上升到就是年中低收入戶 大概占我們學生人口的7% 弱勢的學生就讀私立的學費比較高 享受政府的資源比較少 所以如果要板平這種現象的話 應該是增加在技職方面的資源 經濟M型化 連學習也可能M型化 雖然私立技專學校也會提供弱勢助學金 缺殺費減免等方案 但和補助較多的公立學校相比 資源仍然不夠 要想解決弱勢生進不了名校的問題 教育部更推出了起飛計畫 要鼓勵各校增收弱勢生 今年9月開始 我們有47所學校接受補助 那這47所學校 它就會針對校內的弱勢學生 就會開始這些學習輔導措施 然後去做一些改進 那整體的補助金額有1.69億 教育部官員也表示 接下來大學甄選會增加弱勢生名額 而繁星計畫招生的比例也會有所提升 並推動特殊選材計畫 要盡可能扭轉弱勢生的教育困境 記者團體特殊台台報導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今天在高教工会的办公室 来跟大家谈台湾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谈的是 这个大学老师的挫折 很多人会觉得说老师的挫折当然 包括他做很多的研究 或者是他可能要去拼升等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所谓身心状况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 不过我想最直接最实际的是很多老师就会面临到 说学生都翘课然后又会来上课 然后学生的程度越来越差 那可能就有很多很多的抱怨 或是很多很多问题 那这些原因其实有很多 也许真的所谓的学生程度越来越差 可能是某些的因素 可是那这个这个什么叫越来越差 他相对之下是一个比较难去 讨论的一个问题 可是回到一个现实上面 学生翘课是事实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谈到的是为什么翘课就是没兴趣 没兴趣他就 只好不想来 那因为来这里其实是 蛮无聊的 或是蛮痛苦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给他有更大的刺激 因为有很多规规调调的限制 可是另外一个原因 我想很重要就是 我自己以前在世新 在市立大学上课跟在国立大学上课 其实是有一个 很大的不同的一种 一种经验 就是 我现在一个班上 那个是一个相对之下是 比较不同科技来修的课 那我就问同学说 你有办助学贷款的同学请举手 你知道吗 没有人举手 我们还不是在那个国立大学的最前端 而是在于大概中间的部分 没有人举手 可是我记得我曾经在世新问过同学问题 一个班上在我的经验里面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举手 因为要生存 又要打工 又要做助学贷款 又要缴学费 因为这不也是很多的学生 他会去跳课的原因吗 经济问题 对 经济问题其实蛮严重的 你刚讲那个其实是这样 就是 我们大学生就 就学费就好了 讲学费 因为其他政府会 就先不算 公益大学每年的学费 是这个 市立大学的一半 对 就是 他 5万块 就 2万5 2万5 差不多 那另外 理工科比较更贵 6万多 那 市立大学大概是他的 一倍 对 市立的理工科 大概说 5万 现在已经每个学习说5万到6万 差不多 所以一年下来 那相差就蛮大 相差就蛮大 所以 就学费的部分 市立大学当然 就压力会更大一点 那生活费也是 其中一个 状况 那 我们 内政部其实有一个统计 就是我们后20%的家户所得 他们的小孩子 念书 要占他们的 教他们的这个 生活 就是他所得里面 可能要占到70% 所以你看这个多高 70%就是 最低20%的家户所得 那如果你是第2等的 大概小孩学位就要占到40% 接近一半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等于是说后面的 家户所得的 他不用学贷 就不可能念 那我们又知道说 你越是在 资源比较少的这些家庭 社群背景比较 低的家庭 他的小孩子 念的都大部分都是市立学校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收入低的人 要缴比较多的学费 然后 社会经济背景比较好的 他小孩子大部分是在公立大学 所以这个我们一般说来就是 所谓的阶级 对 不只是普通大学在科技大学 这样的问题也是 也是类似就是你会发现 属于地方型的这种科技大学 大部分都是在地人就读 但是如果是一个国立的科技大学 例如说云科大 虎科大等等 他们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比例是从台北的 所谓的 职校然后再到这个地方去就读 那你会发现这个包括技职体系也有类似的问题产生 对 基本上就是 我们那个学贷的调查 有个学贷调查是从高中职就开始算 所以包括职业 技术学院 到科技大学 到高职也算在里面 我们的那个 申请学贷的比例 就是不断的标高 就是这十年 大概增加大概六倍左右 所以那是很恐怖 不断标高 而且 他不是说今天申请学贷 这个学义申请完 下学义没人 他是继续申请嘛 对 因为他要把他念完嘛 所以 很多学生基本上就是在打工嘛 你就是现象在私立学校里面 基本上是打工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在毕业之后 其实就已经是负债的开始 负债 那在目前这些大学生 特别是有学贷的这个大学生 他们的负债的状况又是什么呢 可能状况不一样 因为 有一个平均调查 就是说 假设他四年都贷款 平均要负债三十万 工艺大学比较低 大概二十六万 那私立大学大概是四十万 出社会负债四十万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出社会 统计处的调查 因为劳动部那边的调查 就是 大学生毕业 应该是二十八 男性 这也是性别的起色 男性是二十八 二十八K 起薪 还是平均 起薪 女性大概是 二十六 差不多差两千块 那 所以你在这种薪资条件 你要去负担 假设 假设四十万 市立大学四十万 你要还几年 其实其实很难 很难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生活 然后 然后 接下来就是 进入 就是要结婚 要 租房子 我可能还买不起房子嘛 然后 还要还这些贷款 其实真的是非常痛苦 青年平均就是一个非常严重问题 那还有一个数字可以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他的失业率之高的 我们青年失业率真的是 非常高 二十四岁 二十到二十四岁 这当然是因为还有旧学部分 但 就是 他失业率大概高达 14% 嗯 其实就不能说全球最高啦 但是真的是非常高 你是指平均的失业 平均失业 这边有公立大学跟市立大学的差别吗 应该是会有 我们 逻辑上可以这样思考嘛 就是你公立大学出去工作是真的比较好找 那市立大学就相对难一点 所以我想 就这个平均掉是 14%的话 应该是 市立大学 高一点 所以找工作困难 然后你的 收入低 然后 你又要付学贷 嗯 我说这真的把人逼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似乎是在一种很清楚的是一个阶级复制嘛 对不对 就是例如说 现在特别是我们看到所谓的多元入学 或者12年国教 他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治愈 对的这种比较 他其实包括他有各式各样的 例如说课外活动 或者是志工证书 或是一大堆的东西 他必须能够去填塞 但是相对之下 家里面如果这个 所得比较低的人 他的家长大概也很难 陪他小孩到处去玩 然后到处去补习 或者是去上课 那所以 在这个所谓的入学的方式 开始的情况 其实到了中学 他就更明显 就特别是开始中学 即使是12年国教 你还是有所谓的 还是要考试 明星学 对还是会考 那当然进入到一个好一点的中学 他相对之下进入好一点大学的比例 也是比较高的 这个问题 就一直复制下去 这是人类 有史以来 一直存在的问题 不是吗 他有解方吗 有可能吗 有可能解决吗 我觉得当然是有可能解决 既然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那我们就可以 改变他吗 既然他是人为 如果他是自然而然的 那就没什么好改的 但因为他是人为 所以才可以改 那我觉得其实 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这么严重的 在教育里面的阶级差距 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说 我们的教育资源 是不是能够 更平均一点点 就说 你 而且我其实我们是一个小国家 就是我们这个小国家 那我们的规模又不是美国 那我们为什么什么事都要学美国 那有那种市地学校学位非常高呢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应该就是一个小国家 要小国家发展的 特殊的模式 我们应该把整代的 整个世代的年轻人 都救上来才对 这是小国的生存之道 我是这样想 所以教育也不只是说 就单纯就是刚刚讲 个人的成长 他还有整个国家的考量 那如果我们要把 这个 以这种规模的社会 我们应该是把整个 一个世代整个带上来 而不是说把资源集中在精英 你基因再多也是很少啊 所以你应该把整个世代带上来 我觉得才是对的 所以资源分配上我倒觉得说应该要往 就是越弱势的学校去 其实没有学生是不能教的 只要你用心一定教得起来 往越弱势的学校是指什么 在实际的做法是什么 在实际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常常听说 就常社会上会讲说 这个烂大学啊 这怎么样 大学不会天生是烂的 你资源投入下去 它就会改变 对不对 要让学生真的能够 进到一个 比较 具有 品质的 学校 不是只有集中在 前面 而是 普遍具有品质的 学校 资源的分布就要平均一点 然后让它即便进入一个我们现在认为是不好的学校 它都能够享有很好的品质 那这样它就慢慢可以带上 但是这其实是跟某种的所谓的精英教育的概念 是相对 相伴的伪逆啊 这其实也包括在中小学 特别是中学国中 要以前有所谓的A段班 B段班 放牛班等等 明星高中 社区高中 但是其实有一种说法是说 其实有些人他就是 比较优秀嘛 或是有些人他比较有潜力嘛 那我们去培养这些人可以让这个人有更好的发展 那你现在这种齐头式的平等 那其实看不到那个差异 然后你其实也会把一些优秀的人是压抑下来 那这个国家的发展他反而不够 不好嘛 为什么会压 我觉得精英教育才是压抑 嗯哼 对精英教育是所谓精英教育是你设定了什么叫精英嘛 嗯 然后你把钱投入在那些 你反而压抑 看这个精英也是经过一连串的淘汰的过程 他才能够成为精英嘛 所以他淘汰的标准是什么 嗯哼 对不对 你看他淘汰标准就是 就是那些科目嘛 嗯 就是你必须要考的那些科目嘛 那会的人叫做精英 不会的人就叫 就叫鲁蛇嘛 那这个其实不对 那难道不能够有非常多种标准吗 我们说我们在 小学或是都看到很多学生就很有创造力啊 可他就是不想去考那些 要背的东西 那他不是学不会啊 他是学得会的啊 没有说 没有差别那么大 但是我们这个制度让 这个差别越来越大 但是这其实是有两个层次的问题 一个是所谓的大学的多元发展嘛 对 一个优秀的大学 我们还是可以让很多不同类型的人 例如说 他很会煮饭 那他很会烹饪 那他还是可以在一个好的大学里面 我们还是把这些资源 资源有限 我们就把它放在 例如说好了 假如我们就举例 例如说好的 现在的台大 那我们就可以做烹饪系 那就让他在这里 然后其他的比较 可能比较后面的市立大学 就相对之下 他就没有办法 因为资源有限 那就集中在这里 一样可以得到 多元的发展不是吗 结果你还是集中在前面的学校 但是他还是一种 多元精英的发展 就一小群人 的精英 那里面很多元 这不是我刚提的那个概念 我刚提的概念是 这个多元必须要在每个地方的 但是不要有精英 就是每个人都是精英 每个人都是 有相同的 教育资源 相同的权利 可是一直到了 国中高中 这些相同的资源跟权利 都不够吗 我们的义务教育如果到了 不然是9年 或者12年 为什么一定要到大学 大学教育在当代社会里面 其实当代社会已经相对复杂了 它不是以前传统农业社会 大学教育已经是必备的 它不是 我觉得甚至觉得它应该接近义务教育了 虽然我们说是公共化 希望高中教育能够公共化 但我 股指引认为 它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 已经必备的条件 你看现在是 你没有大学毕业 你要找工作 非常困难 那 我们这个社会发展 相对越来越复杂 你所需要的技术 能力 越来越复杂 所以 不是已经到高中了 就是说我觉得大学 应该把它视为是一个准义务教育 或是把它公共化 我们尽量让每一个人都能完整的接受到大学教育 然后提供 这个好的品质 不要去区别说 只有前面学校才会给你好的 这不是学中通战吗 你这个叫做 锦上添花 然后呢 后面这个 落井下石 但是 有人会觉得说 他就不适合读大学吗 那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读大学 为什么把它义务化 公共化呢 不是他适不适合的问题 我说他已经是必备的 他是 必须要这个社会里面需要的人才 就是这样 这样 那 即便他是要进入职场 直接要进入职场 比如说是一个比较应用性的科系 我觉得我们要提供好的资源给他 这是从 从平等权来讲都应该是这样 我们国家要提供 每一个人有相同的权利 我觉得精英教育最糟糕的就是这样 他再次复制的所谓的阶级 这件事情出现 所以你让 所谓他考不上好学校的人 都觉得他比不上人家 然后这些考上好学校就觉得说 他 就高高在上 那 有差别有这么大吗 其实是没有的 使我们这个教育体系把它变成是这样 所以 谈到最后 学生校课 看起来都是别人的问题 老师 要尽什么责任 或是他应该这么去谈 我是觉得说我尽量避免去讲说 个别人有什么问题 而去讲说整个制度跟结构上的问题 那 我当然老师有混了 学生也有真的混 也是有 但是制度上问题现在是这样 就是譬如说我们这10年下来的评件制度 对老师其实是很糟糕 所以我们老师尽可能花时间在做研究上 不管他是他也不分什么教学研究大学的区别 反正全部一窝窿就 弄在一起 然后 每个人都要发表什么 里面科技技术学院的 他也要去求发表 其实没什么道理 好 那基本上那我就来拼这个吧 拼这个我还有谈期薪之类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里面 对教学的那个时间投注相对少 的确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 即使 有新的老师 或者是他不断的自我调整老师 他恐怕 也很难 不遇到挫折 或者是他必须要投入比过去的人有更多的心力 因为他必须要顾好研究 然后他必须要考量到学生的个别差异 然后甚至有很多行政工作要做 所以他回到一个在制度上面 他恐怕也很 有一些在知情上的困难 但这并不是说 老师不需要反省 老师不需要检查 老师不需要去做自我的调整 那今天非常谢谢 陈正亮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个 大学老师为什么挫折 原来还是回到我们一直在谈的背后一个因素 的存在 而这个背后因素不是一种 唱高调的问题 而是他是 更活生生实物的 影响到 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以及日常教学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 谢谢大家下期来共同再会 拜拜 再见 天空的眼泪 网友 鸣子猫 网友 万千总 继续的缺